欢迎继续收听《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飞扬 书记上回咱接着聊 前面提到了英国人两次不远万里的 跑过来跟清王朝商量着一起做生意 一起挣大钱 但是清王朝说 这生意咱先放一边 你先给我跪下 而且不是单膝下跪 你都得给我跪下 好了 英国人说我们没这个习俗 我们也不可能对外国的皇帝双膝下跪 您看我们参照英国国王单膝下跪行不行 也不行 天朝上国的威仪摆在这 在我的朝堂之上 你必须得都跪下 好了 双方是不欢而散 哥今天很多朋友会觉得 这多大点事 有生意做 在乎这些细节干嘛 打这之后 英国人也开始想 这事看来好好聊 没出路啊 那得想辙 对不对 正如著名的历史学者蒋庭福所说的那样 在鸦片战争之前呢 是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 而在这之后呢 是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这儿多说一句 蒋庭福呢 和蒋介石关系不错啊 也深受蒋介石的赏识 也被称之为是国民党当中最懂得外交的人 好再说回来 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 也失去了耐心呢 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着自由贸易的权利 他们打算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 要说这英国人哪把目光的转向了一种植物 或者说是农作物 这种植物呢 就是因素 这种东西啊 种在土里边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 看看还行 对吧 但如果用在强盗的手里边 就会变成无边的罪恶 而打开了清王朝国门的 也正是由因素所提取的鸦片 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会认为 在鸦片战争之前 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的产品 但是各位 其实并非如此 在这之前呢 最大宗的产品是什么呢 是棉花 没想到吧 那其实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那么大 但是鸦片的作用却远胜于棉花 因为鸦片不仅的让英国快速的扳回了贸易当中的劣势 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了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 这鸦片你肯定要说了 怎么就在中国卖的这么火呢 那会儿也没有今天的带货直播 对不对 这怎么就火起来了呢 真相其实是这样的 我估摸着很多朋友听完真相之后 也会多说一句 活该 就是自个儿作 把自个儿的王朝给作美了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一方面咱们前面提到鸦片的特性啊 它跟棉花不一样 鸦片的一旦吸食 它很容易上瘾 而清朝呢 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 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 你比如说皇族啊 八旗子弟 这帮人平时没什么事干 那就想着怎么找乐呗 对不对 黄毒自然不说了 再就是毒啊 一旦吸上去 得了 那就得上瘾了 所以您看 这帮闲人的恰恰就是鸦片商的第一波 忠实的客户啊 此外 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了一整套 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 咱得有份啊 对不对 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大上啊 特别有档次 特别有品位似的 你如果不吸 你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啊 所以大伙就争相着赶过来吸了 这是一方面啊 而另一方面呢 虽然说销售鸦片 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是不道德 被清朝政府大部分时间的都视为是不合法的行为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各地官员 尤其是广州的官员 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啊 主要是前面咱提到过的13行的那些行商们 收取的保护费 各位 这帮人正经事不干 捞钱倒是有一处啊 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 所以呢 为了抢这块肥肉 您看吧 官员们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 而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是越卖越红火呀 今天看来 代言的正是这帮朝堂的官员啊 那不仅白银哗啦啦的往英国人手里边留 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的越来越厉害 所谓外强中肝一推就倒 说的不正是此时此刻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飞扬 喜马拉雅出品 再说尽管鸦片的危害很大 但当时这个国家的一把手 嘉庆皇帝可没有深刻的意识到这一点啊 好在呢 嘉庆皇帝死后不久 他的儿子道光皇帝倒是有所开销 明白了 这鸦片不进不行啊 但遗憾的是道光皇帝治国理政的能力确实一般 那么您可能要问了 他是怎么意识到了鸦片这东西不是个好东西呢 首先那就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清朝的货币体系啊 是银本位啊 白银作为货币储备 而铜钱呢 作为流通货位 怎么讲 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 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 则适合白银呢 保持合理的一个兑换的比例 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啊 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 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现问题了 鸦片的涌入 让这白银的不断的流失了 进而造成白银的总量在急剧的减少 这也就使得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率呢 再也没法保持之前的平衡的正常水平 这样的后果 各位您有想过吗 那就是银价飙升 那铜钱贬值 物价飞涨 很多人就因为这事活不下去啊 其次呢 这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底下的椅子 能够坐得更牢固 对不对 对军队呢 一直是好生的吉养 所谓养兵千日嘛 这也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 什么呢 时间和金钱 正所谓有钱又有闲 隔今天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状态啊 对不对 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弥烂的 平时呢 那也就不会认真训练了 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 跑去吃喝嫖赌 等着上级领导下来检查的时候 被逼的不得已呢 得嘞 咱装个样子啊 演几个固定节目 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人战的时候啊 这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时候 仍然输得一塌糊涂 打不过人家 这也侧面反映了鸦片对一个军队的摧毁 是多么的可怕呀 当然了 挑战还远不止这些呢 正好道光在位的这些年呢 农民起义也时有发生 毕竟大伙活不下去 那必须得反啊 而政府的这些个军队啊 我们简称为鸦片军 往往呢 是被起义军打得找不找北 发现军队不好使之后呢 道光皇帝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的身上 您看看 道光皇帝着急了 那发了狠 要彻底的禁烟 但问题是道光皇帝没有意识到 那些本应该帮着他禁烟的人 恰恰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 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 这些人 您看看 既没有国家意识 也没有民族意识 对他们来讲 百姓的死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军队有没有战斗利益 我不关心这个 反正大清的江山 是你爱心觉罗家的 又不是我的 对不对 我权力在手 不得趁机捞点钱 那对得起我这官吗 这么一来 彻底禁烟 您想想 自然是无从谈起呀 直到1838年的年底 道光皇帝呢 好不容易 物色到了一个真正的肯禁烟的人 谁呀 胡广总督 林则徐 那么林则徐如何禁烟呢 他的禁烟之路走得顺利吗 在禁烟的前前后后 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请您接着收听 历史深处的民国 咱们下回接着聊 您正在收听的是 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 飞扬 喜马拉雅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